歡迎來到大陸 周一到周五晚間 八點鐘的 就是宜樂就是要健康 我是一配 我們一開始 今天來介紹我們今天要明星親子 要領PK賽的兩位來賓 首先介紹的是 哇 最近發單曲的廖淨淳 恭喜 哈囉 接下來歡迎的是 平常就好 很會做菜的型男 歡迎陳德烈 德烈 嗨 大家好 但是呢 德烈再怎麼會做菜 也沒有這位廚藝大師厲害 來 我們來歡迎吳秉晨師傅 好強… 你知道平常站在那邊都是營養師 今天是吳秉晨師傅 你真的不能亂做 對 真的 不能開玩笑 如果等一下步驟不對 或者是東西不對的話 他會跳出來說 你弄什麼 對啦 我會嚴格的把關 對 要嚴格把我們把關 不過首先要恭喜 是我們廖淨淳 終於發 人家說十年磨一劍對不對 對 終於是發單曲對不對 對 發單曲 在12月16號會有CD在 就是架上這樣子 是 好 除了來PK的藝人之外呢 我們今天也請到了 四位小小的美食家 他們除了要當小幫手之外 當然要幫我們當評審囉 我們歡迎 Ryan Yo Veronica Yo 歡迎Gavin Yeah Rachel 好 今天也要四位 小小美食家要幫忙囉 不過提到了 我們剛剛靖淳發了新專輯 對 這新專輯現在目前 在哪裡可以買得到 在目前這是可能 POP場 就是一些駐唱的地方 或者是到我FB留言 可以跟我的小編預訂這樣子 是 那為什麼要叫不是我不要 不是我不要 其實是從我16歲比賽到現在 我覺得就是堅持自己的夢想 因為很多一路上走來 看過了很多不一樣的人生經驗 不管是人也好 或是工作場景也好 因為從駐唱到做活動 其實面對很多不一樣的壓力 對 對 可是我們沒有辦法去控制 所以就出了這首歌 叫做不是我不要 好 請大家多多支持靖淳囉 謝謝 多多支持 不過今天我們是要來PK做料理 對 你知道你的對手是每天都在做菜 而且他每天都在他的粉絲團PO說 今天型男要做什麼菜什麼 然後露出那種很帥的身材 那邊做菜 你OK嗎 其實我剛看到那個來賓的時候 是得獵哥的時候 我其實有點嚇到 不要這麼說 第一大家年紀差不多 差不多 他年紀差不多 他應該比你年輕很 這不研究 對 對 這是一個尊稱 這是得獵哥這樣子 OK… 我覺得今天其實PK還有 加上吳師傅之外 最重要的我覺得是 四位小小的這個美食家 因為你來過我們節目嘛 因為口味完全抓不準 我聽說有可能比如說 他很喜歡吳師傅的東西 然後一直吃一直吃 結果最終投票的時候 來 跑到這邊 來投票 這個苦主呢 就是蔣瑋文 因為他每次只要小朋友幫他 那個幫他的那兩個小孩 全部都是投別人 因為他們就是覺得他做的東西 沒有 不是我的口味 所以即使是幫他 並不會給他面子 不像我們大人想說 不好意思 做做面子 對 投一下這樣 那也有可能是說 今天吳師傅跳出來 假設是跟淨醇PK 他們有可能覺得說 淨醇 淨醇做比較好吃 就覺得 就不投給吳師傅有可能 對 畫面比較好看 對 不是… 重點是因為要 抓得住小孩的胃口 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 太難了啦 但是 得獵你會哄小孩嗎 我其實不太會 我就是像他一樣 第一次拿出我的禮物 這個禮物 不是跟我們偷的吧 在我們攝影棚偷的吧 不是只有一個 對 先來哄他 然後再來就是用視覺上 因為小朋友一開始 可能會比較好動 或者是要吸引他的目光 會比較用一些 有色彩的東西 來去吸引他 然後讓他先喜歡這個東西 進而的會覺得說 好吃這樣子 了解 好 除了我們今天要關心健康之外 當然我們做菜 給小朋友吃 不過有一則健康的訊息 要跟觀眾朋友講一下 就是說 現在台灣的科技啊 還有醫學真的很發達 但是你知不知道 我們接下來這個新聞 真的不是要嚇唬大家 你知道我們台灣 在得癌症的比例 其實每五分鐘 就有一個人得癌症 真的這麼嚴重嗎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新聞 培根間的油油亮亮 再加一顆蛋 稀釋早餐 民眾接受度高 不過培根火腿香腸 這類加工肉品 還有致癌物雅硝酸鹽 吃多了 小心大腸癌 找上門 國健署公布2012年 國人癌症排行 第一名大腸癌 殘連七年 新發人數 一年內就增加 一萬四千九百六十五人 肉類的這個供應量 遠高於其他的國家 那蔬果 反而是比其他國家少 那這也凸顯我們的飲食習慣 是一個獸獵型的飲食習慣 不僅大腸癌常年居冠 肺癌肝癌 仍在前三名徘徊 女性罹患肝癌有上升趨勢 倒是子宮頸癌首度脫離前十大 變成甲狀腺癌新上榜 假裝現在本身就跟 輻射線有關 那跟肥胖也有關係 癌症時鐘再度撥快 2012年每五分二十六秒 就有一人離癌 比前一年快了十四秒 更比2003年快了1.6倍 十年來最快 相對離癌人數也變多 每223名國人當中 就有一人被診斷出癌症 愛吃肉 肥胖 少運動 全是癌症 愛挑對象 國人離癌時間逐年縮短 而且人數往上攀 再不注重生活習慣和衰減 恐怕下一回又將刷新紀錄 我們剛剛在看這個新聞的時候 陳德烈竟然在跟我聊說 你看癌症 你們女生就有兩個會得嘛 什麼子宮頸癌又乳癌的 很辛苦 真的 我說你們男人攝護腺癌 也不相上下吧 攝護腺癌 可是男生得到的機會多嗎 五十五 不多 五十五現在有在關心醫學 常知道 年紀到了需要 不過剛剛那個新聞真的不知道嚇唬大家 是真的喔 每五分二十六秒在台灣 就有一個人得癌症 但是如果你說 我不想要得到癌症 那我平常要好好健康保養的身體嘛 那如果說呢 我們要訪問一下這個吳應榮博士 到底我們今天的主題是盧筍 盧筍到底跟癌症有什麼關係呢 來看一下吳博士 我手上拿的這個綠色蔬菜就是盧筍 那盧筍它有很多的營養素 對我們身體都非常的健康 像它有高甲這個特色的話 就對於我們的降血壓是非常有幫助 因為當我們的甲攝取比較高的時候 身體會排鈉 所以就會高血壓的人 可以多吃一下這個盧筍 而且盧筍裡面有個特別的質化素 叫做芸香素 那芸香素呢 它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抗氧化劑 它會降低我們身體的壞的膽固醇 而且呢 如果我們身體壞的膽固醇被氧化以後 它會凝結在我們血管壁 那剛好這個芸香素呢 它也會讓我們壞的膽固醇不要被氧化 那此外芸香素呢 它也會讓我們血小板的凝結 不會那麼的密集 所以讓我們的血管 它的血流會比較順暢 所以它是我們保護心血管疾病 非常需要的一種蔬菜 好 那我們講到肝臟 肝臟其實就是我們身體解毒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器官 它裡面有解毒酵素喔 那剛好這個解毒酵素又要用到我們竹筍裡面的東西叫做敷光肝臺 因為這個酵素如果要運作順利的話 敷光肝臺如果少的話 它就變成好像沒有活力 那對於我們身體的排毒啊 解毒的功能都變得很不好 所以如果說我們身體最近好像比較接觸一些污染的空氣 或是吃一些比較多的一些藥物 覺得身體比較有一些外來的物質的話 乳筍多吃一點可以幫助我們排毒 那另外就是說 乳筍本身有很多 除了我剛剛講的芸香素之外 它還有錫啊 而且還有像蟹皮素 甚至有葉黃素等等 這些都是幫助我們抗癌的一些營養素 所以抗癌也不要忘記吃乳筍 還有一件事情懷孕的媽媽要特別注意 她喔 一把乳筍大概一小杯的一個乳筍 它大概可以提供我們身體每天需要的 葉酸大概65% 那葉酸是怎麼樣重要的營養素喔 它是能夠讓我們神經管的發育 非常的健全的一個營養素 所以當懷孕的媽媽 如果缺乏葉酸的話 生出來的寶寶有可能會神經管缺陷 所以懷孕的婦女喔 不要忘記你在北餐裡面 你應該可以吃一些乳筍 然後讓小朋友的神經管 能夠發育得非常的健全 所以呢總體來講 這個乳筍它是讓我們的 譬如說從腦啊神經啊 心血管啊還有肝臟 都能夠受到保護的一個 非常好的綠色蔬菜 這樣看起來乳筍真的是好處多多 不過乳筍到底要怎麼料理 而且我們在市面上看到 乳筍品種還滿多的 有的細的 有的長的 有的粗的 有的短的對不對 吳師傅 乳筍要怎麼料理 乳筍其實很簡單 它在我們的餐裡面 不管說中餐也好 細餐也好 它是一個配菜也是一個主菜 那相對你在料理的過程 以中餐來講 你可以把乳筍燙過之後把它切小丁 那以家人來講 你可能要宴客什麼 或小朋友愛吃的話 加點蝦仁 做那個蘆筍蝦球 或蘆筍蝦鬆 聽起來就超想吃的 你拿來做焗飯 拿來做燉飯 就簡單拿來炒飯 因為蘆筍本身它的水分很多 是 味道也不會太重 所以其實你再添加在這個菜餚裡面 它可以加分 就是增加水分 口感上又清涼又甜 我突然還想到一道 我覺得好適合吳師傅做 好想要大家 他等一下先去外面做一道給我們吃 蘆筍炒蝦仁太好吃了嘛 好 幫我去做吧 趕快 不行啦 對啦 等一下吳師傅要幫我們講一下 他們待會兒在做蘆筍PK的時候 如果有任何不對的地方 或是步驟不OK的地方 吳師傅就要麻煩跟他們講一下 好 沒事 那既然呢 蘆筍好處多多 而且蘆筍吃起來又非常好吃 清脆可口 而且又juicy 兩位到底要帶來什麼料理 要來PK 我要帶來的是貓掌蛋肉捲 貓掌蛋肉捲 對 請如何要叫貓掌咧 因為其實我有加了四季豆 那四季豆就是可以用三個 跟一個蘆筍捲在一起 它就會像貓咪的手掌一樣 對 那可是你其實可以四個都用蘆筍 是因為蘆筍太貴是不是 沒有 不是 因為有蘆筍有分粗的跟細的 對 那因為四季豆的那個味道 其實比較清爽一點 跟蘆筍其實是差不多的 只是很多小朋友不敢吃四季豆 對 對 有些小朋友不喜歡那四季豆 外皮咬起來 是有一種你知道 很像塑膠感 塑膠感 還有一個視覺上 他覺得是綠色就會苦苦的 了解 好 今天進程要做的是貓掌蛋肉捲 那得獵咧 咖哩夾心 就是這個裡面有這個爐筍 我把它切丁 對 配上馬鈴薯泥 混在一起之後呢 再搭配上這個是咖哩醬 然後放在這個蘇打餅乾上面 對 我覺得我這道料理是希望 可以跟小朋友一起互動 因為我覺得在做的過程當中 讓他喜歡愛上料理這件事情 而且你還滿賊 因為你最下面用的小朋友 喜歡的餅乾 對啊 我賊也不是一天兩天 算是嗎 不是拿那個什麼 棉花糖 棉花糖 對啊 今天是當然用這個 不是 因為你今天能夠 把那個夾心餅乾的那種 蘇打餅拿出來 是因為博士不在現場吧 今天是吳師傅 他不會對你要求的比嚴格 這樣子嗎 謝謝吳師傅 如果是博士的 就說沒關係 我換吐司 對 好 好 馬上就要來進行 我們今天的明星親子料理PK讚 好 首先是進程要先上場 要做的是很可愛的貓掌蛋肉捲 聽說做法很簡單 因為淨醇平常這就是 做一些簡單的料理 那種片片小孩 所以如果淨醇會做的話 電視機前的爸爸媽媽 你們一定也會做 好 我們今天要準備什麼食材呢 包括了有 蘆筍 四季豆 豬肉片 雞蛋 橄欖油 太白粉 還有素蠔油 要來做這個貓掌蛋肉捲 今天派了兩位小幫手給你 對 分別是Veronica還有Ryan 那你今天要請他們 去幫你拿東西 拿食材 那你可以幫我拿橄欖油 然後四季豆跟蘆筍嗎 好 你知道嗎 等一下Ryan 橄欖油是那個紫色的 紫色的那個 不是好不好 剩哪一個嗎 等一下Ryan Ryan 你剛有聽到要拿什麼嗎 拿什麼 白色的那個 橄欖油 四季豆 還有蘆筍喔 好不好 好 做豆 十二月二十八日起 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 讓愛飛揚 好 做豆 GO 對 白色的那個 就是白色粗粗的那個 對 就是它 就是它 對 拿起來 對 還有什麼 好棒喔 還有白色好大好大一個的那個 對 很棒 很棒 不是 不是 就是它嗎 旁邊 旁邊四季豆是哪一個 四季豆 還有白色的那個 等一下Ryan 你跟伊貝姐姐講 你剛剛拿那個是什麼 你有吃過嗎 上次 這是什麼 苦瓜 苦瓜好棒喔 苦瓜 沒有拿苦瓜 拿蘆筍 蘆筍 蘆筍已經拿了 蘆筍已經拿了 你有拿什麼 什麼油 什麼油 喔 可以 小心狗很重 橄欖油 好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四季豆 四季豆 四季豆是哪一個 找找看 四季豆 沒有葉子的 四季豆沒有葉子 沒有葉子的 苦瓜附近 苦瓜附近 苦瓜旁邊 好棒 四季豆 好 好的 請幫我 可以嗎 很重對不對 好 來 可以 好的 把食材拿來了 因為製作單位很機車耶 今天擺了很多什麼綠色的 都是長長的 對 又有長方形的 是 不過我們拿來的蘆筍 我們今天準備的蘆筍 其實也有蠻多種的對不對 對 像是這個的話是比較 這比較粗 這個我們叫進口的蘆筍 進口蘆筍 進口蘆筍 進口蘆筍其實它的皮會比較粗糙一點點 對 所以你在處理的時候 你要把皮把它削乾淨 因為蘆筍其實它的膳食纖維非常的長 對 所以你在吃的時候 第一個你嫩的部分 你要把它留著 粗梗的地方 粗梗就是在底下這個 這個 你看這個很粗糙很粗糙 對 這個你看直接可以拔起來 你看 現在是粗糙耶 有沒有對不對 這非常粗糙 我們大概要切到什麼樣的程度 你用切的話 你這一節就浪費掉了 對 其實你用拋刀把這個皮把它拋乾淨 那我以前都浪費食材 你買了蘆筍這麼大隻 結果你就吃一半而已 因為我想說下面都很粗 我就把它就是很粗 那其實下面的水分也滿多的 對 那還有一個就是你在買的過程 其實很重要 你在挑選這個蘆筍 挑選蘆筍的時候 其實你這個外表的部分 你盡量它是飽滿的 對 整個是飽滿的 飽滿的話不要乾乾 不要乾乾的 乾乾的表示說 這個蘆筍已經放在這個賣場 或菜市場裡面已經放很久了 對 那其實你在挑選這個很重要 還有一個就是一個小技巧 對 那你可以看上面這個蘆筍的部分 對 來 我拿這個給大家看 拿手板比較清楚 好 來 這蘆筍的部分 它如果是越長的話 表示說這個蘆筍本身的一個 比較屬於老蘆筍 老蘆筍 那它如果是屬於三角形的話 這個蘆筍就比較嫩 那顏色的部分你看 它這個有點略鮮紅色 表示說這個蘆筍是非常非常新鮮 原來真的學起來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蘆筍的話 它有一個像零片的東西 對 如果是越正三角形的話 表示它越新鮮 還有一個簡單 你就用一個小隻頭有沒有 去摸摸摸摸這個 它會掉下來 這個蘆筍就先不要麻 結果後來所有到菜市場的婆婆媽媽 大家都一直在摸這個蘆筍 其實是50貨膠 但是這就是判別的方法 判別的方式 因為蘆筍也不便宜 當然需要買到好的 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去市場買的時候 會很好玩的地方 就是在於 有時候一把可能50塊 對 兩把就75塊 等於第二把半價 為什麼會這樣 那請問大家 這媽媽們一定會再買多一點 對啊 所以買回來你怎麼去保存 這個也很重要 怎麼保持蘆筍 很容易爛掉耶 第一個蘆筍回去 你盡量不要放在這個袋子裡面 那它很躺 很躺 很躺的話你有沒有發現到 你當放了兩三天之後 你拿起來 躺在底下的地方很容易爛掉 對 就會變得糊糊的 對 它水分多嘛 對 所以它其實你就反過來 那它直立式 拿一個水杯 然後廚房紙巾沾濕 包在這個底部的部分 然後放著你就放在冰箱裡面 你可以放一個禮拜 就像種植物一樣吧 插花草 插花草 對 沒錯 好 這個學起來耶 這個很棒 這個好實用耶 因為通常都是包一包 就直接放著 然後拿出來就爛掉了 對 拿報紙包一包啊 了解 好的 好 那接著下來呢 我們食材都有了 今天進程要怎麼幫我們 處理這道料理 好 就是因為我們先 就是在汆燙之前 就像吳師傅所說的 把蘆筍稍微拋 因為我買的比較 我買的是比較粗的蘆筍 所以不是細的 因為細的沒有辦法做出 那個貓長大的感覺 所以在煮之前呢 我們要先把上面的那個 粗糙的部分先消掉 對 這個已經煮好了 對 這是粗糙 可是它沒有 它沒有拔 還是我剛講完之後 妳才發現到剛開始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我發現我買回來的時候 妳幫我戴一下手套好不好 好耶 因為這樣比較乾淨一些些 OK 吳師傅 那我們平常在市場如果買到 最常看到的是台灣的蘆筍 台灣蘆筍 細長的 它下面就不用跑了吧 也要 底下 底下的部分你刨完之後 你發現到它就是白白的 那其實它那一段很香 很甜 難怪這個沒有刨 它下面的纖維很多 你現在買到 像我們拿的這個是細蘆筍對不對 很細 那大家以為細蘆筍 它底部這個也不要刨 可是它一樣喔 這邊纖維質還是一樣很粗 有 我現在 我等一下應該上廁所很順利 因為現在纖維質非常的多 全部都在肚子 好 我剛剛把它刨出來 就是可以放 好的 這個也是要一起刨過 刨完之後它就會像 這個 這個 這樣子 對 對 它後面就會變成這樣白白的 對 就這樣白白的 這樣子 然後就可以拿來就是做 貓掌的那個 大的那個球 好 它已經先幫你燙過了 對 我們剛剛先燙過了 好 那你怎麼做呢 怎麼做就是 我們先把那個肉片有沒有 先攤開 然後會 還有一個食材是四季豆 很重要 四季豆就是貓掌的那個 另外的三顆球球 對 那因為燙過之後呢 它會變得比較小 所以盡量都是結中間一點 但是還是可以前後還是可以吃 不要浪費食材 不要浪費食材 其他部分切下來 你就可以把它切進去炒飯用 對 對 會當配菜用 就不要浪費食材這樣 好 就是我需要用一片的肉片 是 對 你先捲給我們看一下 好 我先捲給你們看 肉片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把四季豆 把它切著跟肉片是 好的 切三分這樣 你現在是切跟肉片一樣的寬度 對 跟肉片一樣的寬度 然後這個也是一樣 其實這道料理超簡單的 很簡單 非常非常的簡單 可是它的造型就是很討喜 對 現在目前這幾年很流行 所謂的日式風 對 就是把裡面的這些配菜 把它做得很有造型 很可愛 很可愛 就是貓掌也好 很多的蔬菜或連肉這樣子 對 你們這些師傅們 還有這些人 都覺得說那看起來很可愛 但我看到的是不一樣 我覺得日本媽媽好可憐 好辛苦喔 你知道那樣集點起來 而且都要畫一個全裝 老公出來還要 我還有OK嗎 全裝 然後做那些便當 我覺得好可憐喔 台灣的媽媽 哪有 你又知道了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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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畫一個全裝在那邊做料理 對啊 好啦 那肉片已經放好了 擺好 好 那就是把蘆筍放在那個肉片的二分之一處 二分之一處 對 然後開始從前面開始捲 這是它的掌心 對 它的掌心 然後再來四季豆呢 放它的四分之三處 就是最尾端的時候 最紅的在後面 再就是它的手指頭 對 它的手指頭 好 我們把它往後放好 然後再捲 這樣小朋友就可以吃到兩種不同的蔬菜了 對 捲完之後呢 再用太白粉 用一點點太白粉 在後面的連接處 把它黏起來 太白粉 這樣太白粉這樣黏起來 師傅 除了今天淨醇用的太白粉可以黏之外 它有沒有什麼東西是可以黏起來的 其實它今天用的是五花肉 那五花肉你等一下還要下去煎 對 那其實你把五花肉很好玩的地方就是 當你整片的時候 你會摸起來油油的 對 那你把它捲緊了之後呢 其實這個封口處的地方 你如果是貼近鍋底的話 它一熟成它直接就黏住 所以其實不需要太白粉也可以 對 沒錯 或者是最簡單的 你等一下還會加雞蛋嘛對不對 對 你取一點點的雞蛋的蛋液 然後抹一點上去就好 了解 你就不用再另外準備一個食材 再來抹東抹西的 是 好 那現在就捲好了 對 捲好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 要怎麼處理 我們就打兩顆蛋 來 Ranny幫我 Ranny會打蛋嗎 會打蛋嗎 他會 那你幫我打兩顆蛋在裡面 可以嗎 打蛋是很帥氣的喔 再打力一點 好 不錯耶 好厲害喔 再一下 再一下 你從裂的地方打開 對 再 再多一點 好 好 打開 兩個大拇指 這邊 從這裡 對 那你再敲兩下 你再敲兩下 有了 打開 好 來 準備囉 按在這裡 對 按一點點 OK 爆蛋 爆散 第二顆蛋一樣 打兩顆蛋 然後把蛋皮先 就是 先做好 然後 那你可以幫我攪蛋嗎 拌一拌好不好 幫我拌一拌 好 搗蛋你最會了齁 搗蛋 搗蛋 好 好 因為在製作過程中 我先把蛋皮做好 對 所以就在煎蛋之前 先放一點點 一點點的橄欖油 在鍋面上 就不要讓它多 就是一薄薄的用衛生紙這樣子 稍微回過就好了 然後煎出來的蛋皮 就會變這個樣子 了解 好 那你接下來蛋皮要怎麼用 你讓它繼續弄沒關係 好 接下來蛋皮就是要切的跟肉捲 是一樣的等長 然後把它待會兒捲起來 捲在裡面的時候 要抹上一層薄薄的番茄醬 好聰明喔 番茄醬 對 因為我是用酥蠔油 酥蠔油的 跟水下去把肉捲 蛋收汁 然後因為它本身的鹹度就在 而且蘆筍跟四季豆的甜味也都在 對 那因為小朋友可能會怕那個味道 可能因為對他們來講 真的不熟悉 所以妳用了一層薄薄的這個番茄醬 在肉捲跟蛋中間 然後讓它 所以是一層薄薄還是一層厚厚的 我想 所以妳用了一層薄薄的這個番茄醬 然後放在肉捲跟蛋中間 然後讓它 所以是一層薄薄還是一層厚厚的 我想 我是不是很care喔 我是不是很care喔 我覺得可以平均 因為不要過多也不要過少 就是剛剛好 我覺得妳講薄薄會比較好 薄薄對不對 不是會說 這個番茄醬太多會影響口感 對 好 那這個貓掌跟肉的部分已經處理好 最後外面就要包蛋了對不對 對 那我們現在把蛋皮 對 應該煎好了 我們就切的跟肉捲的那個長度是一樣的 然後就切 因為我這裡有10份 我切10等份這樣 好的 所以妳比較習慣就是一條的寬度 然後再把它捲起來 因為我本來一開始有嘗試是把蛋捲在裡面 然後可是我覺得沒有那麼的好看 對 我發現其實把蛋捲在外面的時候 它那個好看的程度 其實視覺上其實是比原本捲在裡面好看多了 對 好 那我們就在蛋的上方 又有番茄醬了 對 加一點點的番茄醬 薄薄的 薄薄的一點點 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 但因為我沒有吃過這道料 不過我光看啊 吳師傅我們來想像一下 因為它就是番茄醬是有點酸酸甜甜的感覺 對 然後蘆筍是清香清香的感覺 然後肉就是肉汁的味道 這三個搭起來會搭嗎 就 其實它這道滿像紅燒的一個料理的基底 那紅燒裡面會有番茄醬 然後有一些素蠔油 或者是蠔油醬油這一類的 那其實這兩個組合是可以幫你做解膩 那解膩的部分又碰到是肉 那如果今天用的是五花肉 其實它油脂比較多 那第一個你在吃的時候 裡面有一點酸的時候 可以幫你做解膩 咬到最裡面的時候 譬如像刺激豆跟那個蘆筍 它水分一出來又幫你解 所以其實蠻有心機的一道菜 蠻有心機的 心機啦 我就不小心 心機能不能夠收服小孩的心 搞不好小朋友不知道 其實捲完之後 因為要畫面好看 所以待會也會把前面前頭跟後頭 稍微再切掉 它那個貓掌的形狀就會出來 不要啦 這樣子我覺得很好 其實我下次滿建議妳 妳乾脆肉都把它排成一排 那蘆筍跟那個刺激豆就一整條 就放上去 像捲豆子這樣對不對 對 一直捲起來之後 妳到時候一剖滅醋都不會浪費 對啊 好聰明喔 這個 這個我對不起我真的沒有想過 這位是廚藝大師吳師傅 吳秉承師傅 對 突然覺得自己很笨 好聰明 他是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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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妳就不用切蘆筍啦 妳不用切刺激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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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全部弄好之後 煎完之後 反正它都會黏起來之後 妳再來切就好了 沒錯 就是做壽司的概念 對 不做人家也不錯 很用心 Ryan 湯匙給妳可以切切 可以了 謝謝Ryan幫我卷一下 好 謝謝 好 你再卷個一卷 應該就差不多 好 可以 卷個一卷 妳這道菜沒有放到糖 沒有耶 因為我就想說 就是靠著番茄醬的甜味去讓它 番茄醬有甜味 不是甜味 就是它那個蘆筍跟四季豆的甜味 對 就不用再加糖 我也沒有加鹽巴去煮這樣子 好 吳師傅看不下去了對不對 沒有啦 就是吃飯一下 其實陳姐妳剛剛是這樣卷對不對 其實卷東西都是從內往外 第一個 妳也可以比較容易把它縮起來 像這樣放一片上去 所以妳這樣放上來 其實妳今天加的是這個 番茄醬 妳也可以一小片 就是一小條的起司片 它會增加整個香氣跟潤口度 吳師傅還說別人比較賊 起司下去的話 小朋友一定選這一道的 來 再來這個裡面 妳一定要先把它按壓一下 按壓一下 然後轉過去 妳這邊要封口其實很簡單 妳外面已經是蛋皮了對不對 對 妳的蛋皮妳煎完之後 妳的這個碗裡面 是不是還殘留一些蛋液 對 妳就抹那個蛋液抹在上面就好 就是把連接度也是用蛋液這樣 對 然後再轉過去 妳就這樣按壓 它乾了第一個 它也會黏住 那在妳下鍋煎的時候 它又更酥香 天啊 加分加分 那妳剛剛那道要不要重做 這心機太重了 不是 妳已經來不及了 對 我已經來不及了 因為它已經做完了 因為這就是我們PK的原因 但是請師傅來就是幫我們示範 如果再怎麼樣做的話 可以更加分 對 好的 所以今天我們的淨醇這一道 貓掌蛋肉卷已經完成了 接下來就看得獵上台 YES YES 幹嘛自己先開走啊 接下來就輪到是得獵的咖哩夾心 是 怎麼做呢 我們今天準備什麼食材 什麼食材 包括了有馬鈴薯兩顆 鹵筍十根 水製的鮪魚罐頭一罐 洋蔥二分之一顆 鮮奶五十CC 蘇打餅乾十片 咖哩一盒 鹽少許跟胡椒粉少許 其實都滿簡單的 很簡單的 因為我覺得我想 我在設計這個料理的時候 我是希望我就是跟我的 跟小朋友一起互動 一起完成 那我覺得啊 你知道料理有一個危險的地方 是因為你用了這個 蘇打餅乾 有可能你請小幫手幫你完成之後 就全部蘇打餅乾都吃光了 所以你就沒有可以成蘇打餅乾的那個 下面的地方 有道理耶 對啊 你怎麼會準備這種東西呢 所以我決定最後再把這個拿給他們 他們的面前 前面先一些其他的食材 對… 這樣比較安全一點 好 那你今天要請兩位小幫手 去幫你拿什麼東西呢 好 我想請這個 兩位可愛的弟弟跟妹妹 幫我拿蘆筍還有馬鈴薯還有洋蔥 馬鈴薯要幾個 馬鈴薯兩個 馬鈴薯泥兩個 馬鈴薯泥 馬鈴薯泥 所以他都要自己倒成泥 就在玩對不對 我也有看過 你有看過 我們什麼都沒有講話 他居然都看過耶 對啊 我們都是心有靈犀耶 你要馬鈴薯兩顆喔 馬鈴薯 蘆筍 還有洋蔥 洋蔥 洋蔥幾個 洋蔥一個就好了 一個就好了 可以嗎 Rachel OK 好 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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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喔 加油 在哪裡 在哪裡 加油 你剛剛說你知道 結果就找不到 下面那個 對 下面那個 對 好聰明喔 哪一個 那盆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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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拿拿 對 太棒了 還有什麼 還有蘆筍 旁邊那個 對 細細長長的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對 很難懂喔 拿回來 好棒喔 來 Rachel 好棒喔 一起拿回來喔 哇 謝謝你 好 我們來check一下 我們來check一下 最重要的 蘆筍 有了 有蘆筍了 再來馬鈴薯 這蘆筍好新鮮喔 對啊 馬鈴薯 OK 我的做法會是這樣子 這個馬鈴薯呢 我帶皮 帶皮之後我放到電鍋裡面 對 去蒸 直接蒸 20分鐘它差不多就會軟了 對 然後如果沒有的話 是在外鍋再加一杯水 就是再讓它蒸20分鐘 它就一定會熟成 因為大小顆啦 對 大小顆 熟成之後呢 它會變成我現在 碗中的這個 這個樣子 所以你是帶皮下去蒸 然後再剝 蒸完之後皮就不見了 你不會 我心想說你帶皮下去蒸 然後蒸完出來變這碗這樣合理嗎 那就沒什麼 對啊 得利他很聰明就是 馬鈴薯帶皮去蒸 為什麼 因為在電鍋或蒸鍋裡面 它有水蒸氣 對 那你如果說把皮整個消掉的話 那水蒸氣變成就是 會讓馬鈴薯太爛 太爛 水分太多 就變糊糊的 會有點糊化了 了解 所以蒸完之後再把皮去掉 對 可以就撕下來 然後這樣子馬鈴薯呢 我們就把它放到碗當中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呢 是這個 是我們的乳筍 乳筍呢 我也是就是像吳師傅說的 稍微根部的方向 一點點掉之後呢 對 我整把整把放到這個熱水裡面 熱水鍋裡面加一點點鹽巴跟糖 所以就稍微汆燙一下 為什麼要加糖 糖可以定色 因為它是綠色的東西 當然 以長時間來講 你還是要拿起來之後 馬上放到冰水裡面 基本上它可以定色 鹽的部分是給它一點鹹味 OK 這樣子之後呢 汆燙差不多1到2分鐘 就會變成 哥哥 借我過一下 哥哥耶 好棒 吳師傅 所以我們乳筍 通常乳要吃到它的脆度 是一定要泡冰水是不是 第一個你可以泡冰水 可是冰水你要選擇就是開水 你不要把它煮完之後 你又拿去水龍頭又去沖 那反而因為 你如果說今天要吃沙拉的 最好還是以開水為主 對 了解 那冷卻的時候就是熱脹冷縮嘛 是 那剛剛得利有講到一個 所以就是裡面再加一點糖跟鹽巴 鹽巴是讓它有鹹味 然後就是還有一個就是殺青 把這個苦澀味把它 苦澀味先把它去除掉 那糖的部分其實在我們的一個 料理裡面的一個認知 它可以幫它 它可以幫它去除苦味 所以糖是可以去除苦味的 對 好 剛剛得利是把燙過的蘆筍 把它切成小小的丁 丁丁上 對 今天兩邊的 來賓的做法 蘆筍的處理其實都非常好 那為什麼非常好呢 因為它是整條下去汆燙 對 所以不建議你把它切成小丁再去汆燙 那因為你切成小丁再去汆燙 它的全部的甜味都跑到哪邊 都到水裡面去了 對 都跑到水裡面 除非你要喝蘆筍湯對不對 蘆筍汁 好 你剛剛他把零薯 然後蘆筍切丁放進去 然後水製的鮪魚 這個是水族的鮪魚 罐頭 然後再來這個是炒過的洋蔥 這個是半顆的份 好 半顆把它切小丁 然後這個平底鍋加差不多一茶匙的油 然後轉小火 就慢慢的去炒我們的洋蔥 讓它本來從這個透明的顏色 炒到有點像這樣子 暗色系 這個已經有一點焦糖香氣 有一點焦糖香氣 我覺得你光是這樣子處理 我就好想吃 就是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食材簡單 然後我們在用料上面 稍微仔細一點 因為這些不是很貴的料 除了蘆筍之外 那我們就是讓小朋友 在這個過程當中 吃到的東西是健康的 因為像剛剛務實部說的 我們蘆筍本身是這個膳食纖維的 那澱粉 澱粉質就是我們的馬鈴薯 馬鈴薯 要挑選好的澱粉 是 然後還有這個魚肉的部分 接下來就是 大哥 一直拿這根棒子 是有用處的 我已經注意它很久了 來…首先第一抹布借我 我們下面建一個這個抹布 幫我壓它好不好 壓它 壓成你… 小心它喔 我建議的這個 好棒喔 很厲害耶 然後在中間過程 給它一點點的 牛奶 牛奶 你可以的 我覺得 雖然我們今天營養師不在現場 但是這一道料理看起來就很豐富 又有膳食纖維 然後又有纖維質 然後又有鮮奶 又有鈣質 然後魚肉有DHA嘛 對 然後一直聽那個營養師講說 洋蔥又有很多很厲害的胺基酸 對 增加抵抗力 對 增加抵抗力 好 而且它料理的時候 它把它炒成這樣 焦香焦香的 其實它甜味就很高 對 你看這樣子 但是它在小女生面前就是真的很賣力 有沒有 它表演給Raiso看 帥慘了 好酷喔 因為這樣這轉眼其實是一個勞作了 跟小朋友一起互動 你會不會讓她做累了 她等一下不選你 沒關係 當下的過程她是隱喬一 隱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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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小就讓她學會跟女性相處之道 學會做菜給女朋友吃 對 好棒喔 不錯 好 這樣子差不多壓成泥之後 我們可以試一點味道 然後我覺得本身來講 我的食材裡面都有這個鹹味了 所以我現在就不再調味 所以不用再加額外的鹽巴之類的 其實如果你吃味道比較重 是可以加一點點鹽巴跟黑胡椒 但是我覺得現在本身來講食材 鮪魚罐頭它本身也有一點點鹹味 對… 所以都是很棒的 是 OK 那接下來呢 它這樣變成泥狀了 這個我會很想在家裡做 因為很簡單 很easy 對 而且這樣子的沙拉的辦法 其實你可以加很多的蔬菜 不同的蔬菜 五顏六色都可以加進來 對 或者一些菇類也可以把它加進來 就是可以騙小孩 再加一點甜椒進去 對 而且鮪魚罐頭 其實在我們的料理裡面 它號稱是一個天然的味素 對 天然味素 怎麼辦 怎麼好吃 當然啊 你看那三明治 你根本就不用那種 一個來鮪魚 然後來起司 對 然後來幾片生菜 全部醬就可以 對啊 就很好吃了 天然味素 專業手法 好專業 厲害喔 師傅稱讚喔 謝謝… 蘇打餅乾 然後上面放上我們的這個 已經製作好的這個馬鈴薯泥 天啊 這看起來好想吃喔 那其他的部分 來 大哥 來… 讓挖上去 放上來 我… 你可以的 來喔 試試看 在女生面前 要加油喔 好棒喔 嘿… 他完成了 OK喔 他自然他會轉頭看他一下 真的 我們再一次喔 哥做得好嗎 哥 來 Gaven 你弄完了之後 你要看一下Rachel 對 你要讓他看看你做得好不好 弄完了 好不好 好不好 很好 對 對 Rachel的爸爸擔心 好… 超大… 等一下喔 好 好 這樣子 基本上可以多弄幾個 那我們盤子的話 這邊用四個 然後這樣 接下來呢 這個是一般市面上都馬鈴薯泥 等一下喔 等一下喔 要下一個步驟喔 市面上都馬鈴薯泥到了咖哩塊 咖哩塊 然後它一盒有兩塊嘛 兩大塊 然後我們再把它切成像這樣子小塊之後 這樣子差不多加50CC的熱水 到80CC 變成濃稠狀之後呢 它現在是已經乾了又乾了 對 然後我們就把它一點點放在 我們的上面 這個就是它的鹹味的來源 對 對不對 所以我就知道 為什麼它剛剛又不額外放鹽了 因為咖哩塊的鹹味是夠的 而且你今天用的這個咖哩塊 你不是自己用咖哩粉炒的 其實這個在量多的時候 也是滿危險的 真的喔 因為它會結塊的原因 第一個它一定有澱粉 就是麵粉 對 很多的麵粉 再來它有濕度 碰到水的時候它會直接化開 所以裡面也會加了很多的油 所以這兩樣東西 而且它是一個濃縮塊 濃縮塊在料理過程 你可能要加到500CC或300CC的水分 它能調到我們剛好的味道 對 所以其實它的鹹味跟甜 然後濃度都很高 是喔 好 好 這樣子就完成了耶 就完成了 我們快速了 我們的咖哩餅乾 好 所以今天呢 淨淳的貓掌蛋肉卷 PK上是得獵的咖哩夾心 到底誰會獲勝呢 我們來看一下評審時間 到了我們小小美食家的評選時間了 那既然剛剛是淨淳先做 不如就先來吃吃淨淳的料理 好啊 好 先吃這個好不好 上面有淡淡的 然後後面再吃這個有餅乾的喔 把餅乾的放到後面 好的 好 PASSES每個人都有 對 先吃那個肉肉的 肉肉跟淡淡的 這個先給我 小心吃吃喔 你看軟淨是這樣吃喔 因為吃到最後可能都會分吃 因為蛋就是蛋 肉就是肉這樣子 老朋友都會這樣 他會先PASSES嗎 EKKO把它吃掉了 超強的對不對 對 好厲害喔 超強的 好吃喔 好吃喔 可是你沒有瓶 可是你沒有整個吃完耶 好棒喔 德烈你壓力大了 緊張了 有 難受 香菇 等一下 EKKO你也吃完了耶 耶 好 哇 好 OK 都有吃到了 對都有吃到 你也太帥了吧 這位大哥 他剛剛一口就把它吃完了 對啊 因為有女生在旁邊 要展現豪邁對不對 男生就是要大口吃 你覺得好吃嗎 好吃喔 因為也餓很久了 現在是中間吃 放飯時間 放飯時間 好 接下來我們要吃吃看有這個餅乾的喔 好不好 好 吃吃看餅乾的喔 餅乾的喔 其實大家反應都好奇怪喔 奇怪 我怎麼覺得他們今天看起來沒什麼表情 好難判斷喔 好 這位小朋友超不給你面子的 他用 他把這個沾這個 沾兩下吃耶 對啊 Rachel你有吃到這個嗎 吃一口這個給一佩姐姐看好不好 好 好棒喔 好 這位 你看Rachel的表情 他的表情很詭異耶 我第一次看到沒有這種表情 到底是什麼 而且重點是 Veronica是把上面的那一坨 全部吃完了 然後再吃餅乾 然後餅乾他不想吃 餅乾不要吃沒關係 餅乾不好吃 餅乾不是重點 他是把他吃一口餅乾啦 有些小朋友都是把好吃的留在最後 是嗎 什麼 那你覺得這個 這個是怎樣 這個是怎樣 那個是 山醬 山醬 他抖 Rain就是帥氣 他有品味 他把他當作印度咖哩有沒有 分開來吃這樣子 沾咖哩 接下來就是投票時間囉 Rachel還在吃耶 Rachel很認真 不要 先讓他吃一下 Rachel那你拿那個娃娃來 宜佩姐這邊好不好 我們要投票囉 好 投票之前 你先拿娃娃來這邊 好囉 那師傅幫我們預測一下 那其實以小朋友最簡單的一個 譬如視覺上跟口感上 我覺得 謝謝 幹嘛啦 謝謝 謝謝 幹嘛啦 加油 加油 加油好嗎 加油 我覺得這個蛋呢 第一個有蛋香味 然後裡面也有肉 然後那個整個的這個番茄醬 在裡面畫的真的是畫龍點睛 對 小朋友一次的話那個直覺上直接就 就覺得它是好吃的 那這裡比較可惜的地方就是你的咖哩 我覺得你的咖哩是一坨 所以很多小朋友第一口是咬到它 對 所以你看它臉部的表情都是皺起來 是 所以是咖哩可能是出了問題 對 可能就是在上面覺得味道太重 可是後面 怎麼越吃越越沒味道 可能再把它弄 這個在設計上 可能你要讓小朋友直接就是吃 不然你整個就是做得非常可口 媽 吳師傅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要不要把那個咖哩醬的部分 那個乾脆是有點像是夾心餅乾 先讓它鋪在那個餅乾下面 所以你講得非常好 它的菜名就叫夾心 對啊 那為什麼 你有夾心嗎 你哪有夾心 對 為什麼餅乾不抹咖哩醬兩層上下夾呢 對嘛 我怕小朋友不吃餅乾 不會啦 但你來不及了 所以吳師傅你預測是誰會獲勝 我覺得 好 淨存的會獲勝 好 那我們就看看小朋友是怎麼樣 投票囉 準備好了嗎Rachel 右邊的是德烈的叔叔 剛剛上面有咖哩的 一坨一坨的那個 然後左邊的 朱熙琳 我很喝耶 那一坨一坨很好吃的 然後呢 左邊的那個是有蛋蛋跟肉肉 中間有蘆筍的 好嗎 好 準備好了嗎 好 投票 果不其然 好有你考慮耶 換Gaven Gaven很自動 重點是他剛剛是你的小幫手 注意囉 Gaven是你做的喔 Gaven Gaven是你做的 但是不要管他 我們要投好吃的 差別有很多嗎 很好選擇嗎 很好選擇 好 預備 開始 天哪 該不會 這麼好選擇 你也在這麼好選擇嗎 怎麼這麼好選擇呢 換Ryan 我覺得Ryan應該就不用投了吧 你看他後面把你那個東西這樣 然後這樣吃 對不對 到最後一個 好 你有投你自己喜歡的喔 這邊一票都沒有喔 一票都沒有喔 那個剛剛那就是一坨上面有咖哩的 一坨 恭喜你 一坨咖哩 有餅乾的 那個有餅乾 好 我跟你講 那個真的有很好吃的餅乾 有加分喔 好不好 他投給你 他直接投給你耶 現在是要把他完成一套糊塗 謝謝 餅乾幫你加分 我剛剛在想說 餅乾有加分喔 馬上投餅乾那個 你覺得好選擇嗎 很好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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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只有一票喔 也許會平手啊 我哪知道 好 準備囉 好 投票 所以啦 我剛剛就說了 Ryan是因為那個餅乾有加分 所以他後來投給了餅乾 藍色 沒有 但是因為我剛剛自己在吃的過程當中 跟師傅也是一樣啦 我覺得如果今天這邊換成全部都是婆婆媽媽 你會獲勝 對 因為你的口味比較清淡 然後它的口味是稍微比較重一點點 對 不過誰是誰都無所謂啦 最重要是我們學到了小配工 然後如果爸爸媽媽你們自己在家裡的話 也可以做做看這個如此的藥理喔 今天謝謝兩位來賓 也謝謝我們的吳師傅 謝謝 就是娛樂我們明天見囉 拜拜 還要再一個 還要再一個